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是《落報》我不說長的時段 我是余榮陽 身邊都有鄭仲暉 是 宇成你好 大家好 我們談論關於中國經濟 今天到中編也宣傳一下 在《落報》我們有個評論 大家也可以上網看 今集我們簡單說 中國經濟在兩會時間 一些人大代表和政要委員 他們討論和提案 談及的 有些有關的人士 他們都是政府部門的負責人 他們透露的資料很新鮮 其中我們今天講兩件事 一個是中國外資的運用 一個是中國經濟一些新的路向 講到外資 有很多外媒曾經幾次說 外國投資中國是少了 認為現在很多事沒得做的 在兩會時間 透露很多的數據出來 而這個數據 故意引用一些外媒的 或者外國一些權威機構 包括一些金融機構 他們的推測 數字 報告這幾樣來反映出來 中國運用外資 一直都沒有特別跌了多少 實際用外資 由於整個地球的投資減少 有起有跌 輕微跌了一點點 但是很多的外國機構 仍然有在中國突然間新的設廠 又或者他們設一些企業的分佈 在中國大陸這些是見到有的 我想現在疫情後的經濟 正如內地很多傳媒都說 複雜嚴峻 這四個字都是概括了 當然有些外資 他到期 可能他因為營運的方式 可能他要轉移一些東西 去回到自己的國家 或者去別處 這個就會有些切阻 我的實例問你 澳門 馬會是否結束了 博企有沒有結束 是說博企 不是說衛星牆 博企 我想有經濟 錢是跟著賺字去走 不是跟著甚麼國家 甚麼主義 很多是會 譬如有些說 我是要奉行一個主義 去哪裏呢 我就不去 但是商人無祖國 這句說話 是用在很多商人身上都對 是 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 是為盈利 這是肯定 最近蘋果 負責人都去了中國 去過 蘋果有沒有撤出呢 沒有 另外 說回普通常見的店舖 那些分店 麥當勞肯德基有沒有撤出呢 因為蘋果 它在整個營運的盈利 有30%左右 是來自中國的市場 所以如果它撤出了中國之後 如果它在現在整個營業狀況 如果沒有了近30%的營業額或盈利 它就會在這個世界影響力 是會立即受到影響 另外 你先說 他們都不願意 因為還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美國本身沒有很嚴苛的限制 蘋果是否進不進去哪裏做 所以這一個 也是看到 因為他們做好生意 他們有盈利 對於美國也有來 這個我都說了 有時在生意上 政治和經濟 有時會有些矛盾 會有矛盾 假如它在中國製造 然後賣去其他地方 因為成本低 賺得多 而賺了那些 又納稅給美國政府 得益的 是有幾個方面的 又說了 很多美國的資金的銀行 或者其他的金融機構 包括有些是投資行 它在中國大陸 他們服務對象 不是單一針對中國的人民 他們有為美國企業做融資 包括一些美國的企業 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它多少會開戶口 在大陸所設的美國的銀行分行 這些是做自己的 唐水滾唐魚的生意 但是這個唐水滾唐魚 是一個生水 你說到這裏 很多人會看到香港的金融市場 我們看到現在恆生指數的成份股 很多都是中資機構 很多 大家會想 這是否唐水滾唐魚 表面上就是 是的 但是其實這些大的內地的A股也好 A股尤其是最重要 其實很多他們的金融 就是融資的部分 都是來自外國的 是嗎 你說得很好 因為有上市 在內地一些大企業 原來其中的股東是日本的 是美國的 甚至有其他地方 最近剛剛有個買賣 大家知道 慈名的韋達是紙廠 他專門做一些紙巾 或者餐紙 除房用紙 最近傳說他賣給印尼方面 都是賣給印尼的華人首富 是的 但是資金的顏色就不同了 我想在這裏我們看到一件事 整個經濟來說 正如我們的領導人所說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就是這部分 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國有沒有持有美債 當然有 有 即是一個公開 美國有沒有一些數 是要向大陸收的 即是有些應收帳款 一個賣東西給大陸 又有的 是嗎 我想在金融上面 這個世界都是通的 當然金融和其他的生意 譬如一些半導體 或者一些高科技 其實他們都裏面 有一些離不開的掛勾關係 譬如一個最新的半導體 多少 就是這個晶片 怎樣怎樣 但是其實他們最後 都離不開融資 所以這個 一去到融資 尤其是在這個自由市場那裏 你是很難管制 誰不進買 誰不進買 基本上 大家買的機會 都是有的 所以 當然 有些 某些國家 譬如美國 嚴重 很嚴厲地去監管 你不進去其他外國資金 有 有 跟別人合作都不行 有些範疇 你給他一些資料 甚至乎買一些比較低端的 都不行 他要完全壟斷 你賣一些芯片給別人 或者賣芯片製造的儀器 或者技術都不行 他要釣尊 你去挖別人的稀土回來就可以 所以 現在中國 就不斷在這裏 在這裏改進 我們 在內地的經濟市場 包括固定投資 包括外貿 但是還有一個 是現在推得很狠的 就是那個 內部消費 剛才也有說法 就是說 美國銀行有參與一些金融活動 有些匯錢來 或者外來的投資 經理銀行來我那裏 你看到的數字 一說出這句 美國方面就沒有聲音出 一談它來 你剛才說內需這個 我們上次講過一集 是的 這次就講另一件事 它就不是內需那麼簡單 它是另外立一個科目的 內需就增加內部對於互相消費品的需求 例如湖北可能對廣東某樣東西要買的 廣西自治區 對某樣的山西又要買的 這些是內需 或者人民 它本來去別處玩的 咦 這個春節剛剛過去的那個 自己內部去旅行 用那些動車 或者高鐵 船 飛機 用多了 加班加點 這些就增加了內需 今天講的 就是一種刺激的消費 那種消費 包括是有人民的 或者有機構 機構包括有企業 和政府部門 我講一講 是設備更新 和用品的換新 設備更新 就是我們澳門都試過 回歸之初 開始賺到的錢 就說刺激消費 又將一些建築物 粉飾一身 請人去游 找一些工程公司 去和它剷掉牆 或者哪裡換那些的整法 原本的柱子就拆了它 這些是一種設備更新 大陸也是 包括是有一些要靚的 有些用來製造東西的 原本的設備 製造的速度是慢的 我們生意都不錯 政府和有關的機構 開會談 你的生產 比如賺了巴西 賺了澳洲都不少錢 你再製造多些 你就賺多些 等於我們澳門 看到一些店鋪 反正店鋪租 給了 不如多開兩個小時 你解決到伙計 你的店鋪租 反正都是這樣 你不要賺多些錢 大陸也是想這件事情 將設備更新 希望能夠生產多些設備 一個是用品的換新 換新它叫舊換新 但不是說你這件舊東西換 是不要那個舊東西 不要呢 澳門有沒有舊換新 原來也有的 這個五十仔就有 想消滅那些兩宗城 政府出一個條例 以舊換新 但不是說收你舊有用 是補貼一點點 大陸都用這樣 原來我看有關的資料 有幾樣東西 換新做得挺好的 一個是激光電視 一個是新風空調 另外一個是真空冰箱 我也覺得是新鮮的 激光電視就是用一個廣角度 其實是一個短焦距 很近的 射上一幅牆 那幅牆是很大幅的 不用螢光幕 也不用像LED的顯示屏 只有一幅白牆就可以了 成本很低的 另外一個是新風冷氣 早幾年都有的 我們叫做先鋒 它就融合了先鋒 和現在新的 將室內的空氣壓縮 抽了它去 讓你的含氧度高些 至於真空的冰箱 令到制冷的效率高些 你說一件事 心急地喝 我買了一個海青春涼茶 我喜歡喝五花茶 冷的 雪極不痛的 你的電雪櫃 扔掉它 買一個真空的 原來很快 有得喝了 現在有很多 譬如在歐美國間 有一個壁淚政策 因為中國的電動車 包括特斯拉 因為它是中國的主要廠 在上海 現在在漢堡 遠遠未及上海廠 那麼大 比亞迪 尤其是 小馬剛 就是三官 比亞迪 現在已經在美國落戶 被稱為寶時米 就是小米 小米一隻車 現在受到外國的抵制 我現在具體說 就是比亞迪 美國已經準備將盡口稅抬高 當這些問題發生的說話 對策是兩邊走 一邊說 他們要在美國設廠 減除了這個盡口稅的問題 另外一樣 在內地的廠 你現在可以看到一個問題 在內地所有電動車都減價 所有 包括特斯拉 首先是帶頭減價 這就看到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的 就是 舊換新也好 就算不換 你買都刺激你去買 令到內銷 即營業額 可以補充 某一些行業的損失 譬如我們房地產 是有問題的 你說夠到多少 總比不夠好 對 你凌加任何東西都等於正式 保時米 聽說是很便宜 便宜到幾萬元一架 便宜了 另外 以前六七十年代 如果你去大陸 見到一些貨車 快要跌倒 長春牌 解放牌 你見過的 當時有些有能力的 還未改革開放 文革到尾 即76年便完 改革開放七八年 年尾定 那兩年 你開始見到有些五十輪 都是依靠很大 今時今日 中國自己製造的車 即國產的車 在大陸 使用你見越來越多 那些車 以前你見一個中文字都難的 是長春解放的中文字 其他全部都是英文 現在不是了 合作的車 廣本那些都用中文字 因為現在中國用量化貨幣寬中政策 你印了錢出來 以往錢就放在一些行業 例如房地產 你不流通得好 浪費了 但始終房地產現在是有問題 真是資不抵債 全部堆下去收不回 這個數目太大了 不是一般人可以經常買樓 但是你一般人 買一部電視機 買一部真空雪櫃 買一部 這些家庭的東西 它的數量一定是很大 因為你 變成可以買的人群是多了 我們讀工商管理 其實很多遊戲 你讀這些管理 有些東西是假設怎樣 但這些假設是有可能的 假設明天下雨你會怎樣 我會單把傘 這些簡單的假設 簡單的應對 我們學習的時候 有些做法就是 假如你的工人 每一天多做一個小時 有工資給他做 有工資給他 然後是令到他的車 本來八年澳門就要驗車 改為七年驗車 故意七年之後 只能續一年 然後淘汰他買新車 那工人是否會賺多了錢 他做若干的時間 可能是賺到錢 將舊車套了新車 澳門舊車有市場的 你駕駛到差不多 拿去的車子 問值多少錢 你車鄭先生 收你三萬而已 但我的車不錯 三萬五 比你年紀更新 我補五千元就行 想想 我在廠裡加班 加幾個月有多少錢 其實這個是迫你富貴的 現在中國大陸 就是用這個方法 令人民賺到錢 人民又換身 機構又換身 我們在想 整個經濟一定要流動 要動 房地產 當然它帶動了很多 不同下線的企業 包括建材 包括買賣中介很多 裝修 我問你 你有些老友 從事電單車 易沖程淘汰 對它們有利還是有幣 那是有利的 肯定有利 你說到這裏 就要和這個題外一點點 最近都是鼓勵人 用舊的電單車 政府會補貸錢給你 換一部新的電動電單車 這裏也是一個經濟的推動 當然它的主題是環保 但是其實在這個活動當中 亦是對經濟推動了 現在內地這樣推出 是會令人民努力 為自己的生活 進一步改善 假如它那個冷氣是用得的 它都換一部好些 它換部好些 錢從哪裏來 它便要努力 一個就是剛才說加班 一個就是升職加薪 一個或者找一份兼職 你知道內地 送外賣的人都很勤力 送外賣的人 日後有些有另外一份工作 或者它是24小時工作的時候 輪耕制 有些日後可以兼職 有些晚上可以兼職 你看這個 一個是更新 一個是換新 你認為有沒有作用呢 我想肯定有作用 但是肯定有一件事 就是要重延 點著人民對於生活的希望 就是希望他們會 這個世界呢 是最怕的一件事 就是有力沒有定勢 就是你沒有定勢 那些力是賺不到錢的 所以現在一定要把很多的產能 產業去改變 令到它能夠有力有定勢 就賺到錢 這就是推動經濟的一個最重要的手段 廢哥真是厲害 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總結 多謝你 好